留任对2023年的几个判断 1.全球经济衰退几乎是必然 2.中国会触底反弹因为真的到底了 3%增速 我有升至来几乎最低 3.2023年GDP真实增速 大约会在4%到5%间 4.虽然大家更谨慎消费 但是消费依然是2023年全村的希望 5.消费券等刺激 只能激起波澜但无法提高水位 6.推动消费的真正动力 来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和对未来预期的确定 减少防御性储蓄 7.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宏观源于经济增长 微观源于企业发展 8.中国经济反弹之后会融入全球衰退 增速再次放缓 9.全球衰退会持续数年 10.同时 中国人口总量会连续几十年 英国书80年下降 因为人口少了 育龄妇女也少了 如此平凡 11.企业发展 源于企业家赶闯 赶是赶犯错 而赶闯赶是赶犯错 源自干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 12.政策民 会有越来越多确定市场经济地位 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出台 13.消费反弹 就像饿了三天 今天一定大吃一顿 但是企业家信心恢复 就像伤筋动火 完全恢复需要100天 14.2023 总体向好 但真正的恢复 可能要到2024 甚至2025年 15.做后资产 做强团队 做高收入